今日阿王立爆 必須要拿一拿泛民反對派議員 濫用議員的權力 破壞監獄條例 製造16個特權囚犯 今日我們請來立法會議員 郭佩帆和我們探討這個問題 歡迎你 郭議員 你好 郭議員 這個商學三子 就在法庭判了他即時收監之後 接著就有13位衝擊立法會 新界東北的暴徒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留意到 立法會裏面的泛民反對派的議員 就濫用議員的權力 去進行這個所謂公務探訪 去製造16個特權囚犯 很離譜 沒有 本來按照監獄的條例 就在囚人士每個月只准探兩次 每次就半個小時 但是現在立法會裏面的反對派陣營的議員 就派住隊 輪了一間 來車輪式 去探討16個在囚的暴力罪名的囚犯 這樣就製造了一個特權囚犯 剝削其他囚犯的權利 你怎麼看這件事 英哥 我想跟大眾市民一樣 肯定是濫權 其實我想我們經常聽到 泛民反對派的議員 經常都擺到自己的標準很高的 經常說有權不要用盡 又經常都說要白個白紙清個清水 就說要避嚴的 你記不記得在立法會 他們經常說誰不避嚴 誰不避嚴 有權用盡 這次我們就看到 什麼人在這裡雙重標準 那些泛民反對派的議員 就是對自己非常之寬鬆的 對別人才嚴謹的 這些標準原來不在他們身上 所以你見到他們 這次肯定是有權用盡 他們就是走那個縫 原來立法會議員 是可以隨時去探監的 於是他們偏僅去探監 其實立法會議員去探 其實都是一定要公務理由的 請問他們現在是什麼公務呢 當問到他們的時候 他們就說 不是的 任何人叫我們去探 我們都去探 但是我都問過一些懲教署的同事 有些在裡面做了28年 都跟我說 有沒有搞錯 還不是濫權 28年我都沒見過 立法會議員這樣來探 現在就個個輪著來探 一探還可以探很久 幾多個小時都可以 更重要一點 就不只自己探 還帶著助理去探女朋友 變相 就製造優惠的機會 這樣就很不合理 其實那個監獄條例規定 就是囚犯每個月兩次的探視時間 就是半個小時 這個就是一個人權 但是現在這個16個特權囚犯 竟然利用了議員的配合 製造了所謂的輪流去探 這個公務探訪就變成了 大大破壞了監獄條例 本來這個公務探訪就被立法會議員接受受屈的囚犯 可能受屈的囚犯去進行申訴 或者是投訴 或者是處理在監獄裏面 或者是本身觸犯的刑事條例 可能有不公 就好像是太平紳士 履行那個職責 就被受屈的人士進行申訴投訴 處理這些公務的事宜 但是現在就是泛民反對派 就是利用這個這樣給議員的特權 他現在就濫用他的特權 製造一些特權的囚犯 這個很明顯是雙重標準 是剝削其他囚犯的平等權利 是啊 你看回他們探完之後出來的言論 你就知道他們怎樣濫權法 他們說去探他們 就是因為要為他們解悶 讓他們不要那麼寂寞 另外也都不斷犯規 你都知道他們也拿了一些東西出來 做信鴿 是的 做信鴿 其實根據條例 其實是不可以交換東西的 甚至不可以有肢體接觸的 因為他們在房裡 如果一般親友去探 其實就不可以有任何肢體接觸 如果有任何東西要交給對方的話 其實都要經過我們的懲教員 但是他們很明顯又是保持住 因為自己在房裡 於是就交換資料 這是辦規的 因為他的議員所謂公務探訪 就不需要那些懲教署的人員 在旁監視 所以他做甚麼都沒有人知道 是的 照我所知 就是懲教員在外面 即是在巡邏 但是因為同一時間 你有那麼多律師和議員來探 所以他們忙了很多 另外也不可能分分秒秒看到 他們就變成做到信甲了 但是這是犯法的 興哥 最明顯的犯法行為 就報章已經揭露了出來 黃之鋒畫了他在囚裡面的情況 竟然透過議員帶出去監獄之外 然後公開發放 這樣也可以 這樣是不行 其實這簡直是違法行為 我相信其實 雖然懲教員就不在裏面 監視著他們 但是我相信應該有閉路電視 我覺得懲教那邊 一定會徹查這件事 如果有人違法的話 就一定要承之於法 大家都知道 其實在監獄裏面那個空間 即探視的地方是有限的 這個時間亦都是有限的 即是有限的時間 有限的空間 以及有限的處理這些問題的懲教人員 都是一定數量的 假如本來這些時間空間 就被想著去處理受屈的問題 那些時間空間 現在就被這些特殊囚犯 特權囚犯占用了 變成了其他在囚人士 他處理他自己的權利問題 就被剝削了 那監獄之外 在囚人士的親屬或者家屬 他想協助這些在囚人士 處理他的問題 那些時間空間 亦都是被剝削了 所以這個實際上就是一個不平等 他們就可以無限地去處理 他們所謂的公務探訪 那好像你說 他們是沒有時限的 一個小時就可以 兩個小時就可以 三個小時就可以 結果是會製造甚麼情形呢 本來按照懲教條例 這些囚犯就應當服役 去做他應當做的勞工或者工作 這個監獄條例裡面有規定 但是現在他濫用了這個權力的時候 變成這16個囚犯 他就可以在冷氣房 探冷氣 韌韌腳 甚至好像你說 跟議員助理 那些人士就去憂悔 享受冷氣 那究竟他坐牢嗎 就在那兒享受世界 是啊 韌哥 這個其實就是有幾個問題的 第一就是 你影響了其他懲教的工作 因為我收到一些律師朋友都說 譬如有些囚犯 其實真的要去見律師去商討 譬如可能他們上訴等等其他事情 律師都說我也要排期去等用房 要有規矩 都不是說去就去的 因為現在這麼多泛民反對派的議員 濫用 說去就去 令到他們失敗預算 變成你影響了其他囚犯去處理 他們真的要處理的法律事務 這是第一 第二我們知道監獄的設施 其實就是希望可以幫助在囚人士更新 是吧 就是我們都很希望他們在獄中 當然說明在監獄裏面 當然不會很舒適 自由有所限制 有很多事情都不能做 另外亦都不能經常見到他們的親友 希望在一個這樣的環境下 他們可以正師幾個 可以去想回 怎樣以後可以做一個守法的人 這個就是我們懲教的工作 但是如果你說 你有些泛民反對派的議員 這樣去製造一些特權的囚犯 令到他們原本應該去 去可能沒有冷氣的地方 去做工作的時候 原來現在就去了探冷氣 原本他們應該是抵受那種 沒有出去了自由 不可以跟那麼多人聊天 或者那種寂寞等等 這些都是一個在囚人士 是應該要的經歷 但是他現在這樣去濫探 其實每天這樣去探的話 其實你做不到原本希望做到的工作 亦都影響了整個懲教的工作 這些特權囚犯 你叫他們現在這樣的情形下 個個當他們是英雄 然後又說希望他們不要那麼寂寞 如果是這樣的情形下 其實真的做不到我們 希望做到懲教的工作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泛民反對派陣營的議員 以及他們製造一些特權囚犯 是將他們的快樂 將他們的不寂寞 建築在剝削其他在囚人士 或者想探望他們在囚人士 他們親屬家屬的快樂 他們的快樂 就建立在人家的痛苦之上 你想想想 其他在囚人士就會覺得 喂 你又是犯法 你又進來坐牢 喂 我又犯法進來坐牢 我就要做這些事情 你天天去探冷氣 天天有人跟你聊天 聊幾個小時 因為他是議員助理的身份 岑浩輝 可以去探女朋友 平時家人親友一個月才排隊 探兩次三十分鐘 又不可以有任何肢體接觸 你在房間裡 究竟他們會不會有肢體接觸呢 這個我們又不知道 但是很明顯這些就是濫權和特權 那為什麼他可以他又不行呢 那你對整個懲教的工作 都會帶來一個很大的衝擊 所以呢 他們將自己的快樂 滿足 就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上面 這些是真是很值得 是強烈譴責和批評 尤其是呢 就他們呢 一路自取為呢 就是人權鬥士 維護民主自由 維護一個公平的權利 但是現在給我們看到呢 他們現在這一種這樣的做法呢 正正是踐踏人權和自由 踐踏平等權利 還想說呢 是包裝成為呢 是良心犯 政治犯 甚至呢 他們還有一個國際的歐連呢 就想將黃之鋒推去 他申請這個所謂諾貝爾獎 哇 很離譜啊 他們這樣的做法 是吧 老實說 市民 人民 心目中的英雄 心目中的義士烈士 其實呢 就是不是剝削變人的權利 而是呢 犧牲自己 成全大我 犧牲小我 是這樣的嘛 但是他坐牢就坐得這麼風流 坐牢就坐得這麼折舵 來去犧牲人的利益 犧牲人的權利 來去滿足自己 有沒有這樣的英雄啊 郭議員 其實呢 想真一點呢 他們不止犧牲了其他人的權利 製造不平等 另外呢 其實他們也在踐踏香港的法治 你想想吧 他們經常都口口聲聲 說捍衛香港的法治 其實呢 懲教的工作 監獄呢 其實是我們香港法治的 很重要的一部分 是不是 你經過了法庭的裁決 認為你應該去受到 在監獄裏面的懲罰 這個是一個懲處來的 那麼在監獄裏面 你就應該去守監獄的規矩 但是呢 你現在一下子呢 就利用了立法會議員的身份 來打破了監獄的規矩 懲教的工作 令到不能懲 說明懲署 懲到 也都不能教 因為他們有特權 所以其實是直接破壞了 我們香港整個法治的根基 他們其實在做的事 是破壞整個我們香港的整個法治 還有很多我們香港引以為傲的 很多的基礎 所謂什麼民主自由公義平等 這些呢 原來對他們來說都是發了風的 就是說過就算不是真的 他們現在就是想 告訴其他人 我們這些呢 只要你是我們這邊的人 只要你是打著民主的旗號 你就原來可以做犯法的行為 都是英雄來的 就算你坐牢 你都有特權的 你都是有享受的 其他這個是一個什麼的訊息 是一個很壞很壞的訊息 告訴我們這些年輕人 原來你打著這些所謂公義民主的旗號 就做什麼都可以 還要受算坐牢 都要被人捧為英雄人物 你說這些真是這個什麼世界呢 真是細風日下 其實相當離譜的 他們現在入策 就好像黑社會這樣 既有安家費 一萬元一萬元個月 還有一條大水喉射住 大家都知道這些大水喉是什麼背景 就是推動港獨 推動反中亂港這樣的政治背景 又有安家費 又有探視 都可以實報實銷 還要做英雄 坐的士在深水埗 去到羅湖邊境 這樣實報實銷 這樣都可以 所以我希望立法會和區議會 真的要看看究竟會不會是議員 每個月的津貼 在歌上開銷 很離譜 哪有這樣的 是的 所以你講得很對 大家自民大眾的感覺 都好像黑社會運作模式 好像坐牢後更威風 坐牢後更英雄 有不愁生計 坐牢不用做 都每個月有錢收 都可以濫用我們立法會的資源 去做他們所謂公職 但其實大家都知道是甚麼公職 是濫權的行為 所以我接下來都會在立法會跟進 我都會在保安事務委員會提出 去討論這個懲教工作的情況 看看如何 以往其實立法會議員去探訪在囚人士 有這樣的安排 即是無限次數 無限時間 其實都是方便我們的工作 以往這麼多年來都是沒有問題的 直至今天竟然被他們濫用這個機制 我們就要想 這個機制是否以後都被他們濫用呢 怎樣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呢 我很感謝郭議員在今天我們這個節目 講了會在立法會 復會之後就會跟進這件事 去問保安局 但我也更希望 不要等到立法會復會之後才進行 因為立法會復會 大家都知道是十月中 還距離現在有一段時間 我很希望郭議員能夠去訊 給保安局局長 懲教署處長 來跟進這件事 希望盡快去處理 就不用等到立法會復會先 好嗎 其實我一直都有跟進的 我也有在問 關於黃之鋒的信件可以拿出來的問題 其實肯定是犯違法的行為 我也一定會要求懲教署嚴厲執法的 因為不可以被這些內外配合 反中亂港推行港獨這樣的行為 就無法無天 現在就好像他們違法佔中 搞顏色革命 推動香港獨立 這些人就好像成為香港的翁山素姬 還可以說自己是受政治迫害 說自己的權力受損 因此濫用議員的權力 來推行一連串破壞香港的活動 但是入了策略 竟然還可以雙重標準 來搞這些特權囚犯 特權貴議員 那怎可以呢 是啊 我相信大眾市民都不接受 這段時間我收到很多很多投訴 真的覺得這些泛民反對派的議員 真是深切做得很過分 他們所做的行為是濫用了他們的議員的身份 也都濫用了懲教的權利 也都破壞我們香港法治 也都騷擾和影響懲教的工作 也都影響其他在囚人士的權利 一連串的行為都是我們香港市民 是無法可以容忍 真是忍無可忍 所以我會從多方的渠道去追究 還有真是違法犯法的行為 監獄條例是不容許囚犯 是給東西拿出去給人的 這些我相信是可以追究的 也都應該要追究 至於接下來怎樣可以盜絕這些濫用 我們就要和政府和懲教去商議 可能需要有些修改法例都不奇怪 還是修改懲教的條例還是怎樣 我想我們在立法會是應該要討論 當然我們說在立法會討論的時候 泛民反對派的議員就說 沒有問題 討論懲教其他問題 我們都無人歡迎 因為事實懲教的工作 近年來都遇到很大的衝擊 我們都知道現在懲教處紀律部隊裏面 就是流失率最高的 而也都有些泛民反對派的議員 也都在抹黑懲教的工作 最近也都有一些媒體說去報道 有些在囚的青少年在獄中被虐待 但是沒有證據的 也都沒有人肯出來報警的 懲教處已經說了 如果你真的有這樣的事的話 你去報警 絕對沒有問題的 但是又不肯報警 這就跟我們經常說的 你沒有證據沒有句 你說什麼都可以 對懲教的工作 帶來很大的衝擊和打擊 因為懲教員事實 我覺得他們是無名英雄 每天都在做 令到我們社會更加少人犯罪的工作 所以我們要幫助他們 更加要取締現在 反對派議員 濫用議員的特權 阻礙時間去處理正常的事情 是啊 他們現在正在破壞懲教的工作 所以很多謝郭議員的承諾 各位觀眾各位聽眾 今天我們很多謝郭議員 就是承諾跟進這個議員 濫用議員的特權 來去製造一些特權囚犯的問題 我們很希望郭議員 盡快加大力度去跟進 除了在立法會裡面跟進之外 其實現在也很需要郭議員 盡快跟保安局懲教署 署長去制止這些濫用權力的問題 去維護懲教的條例 可以真正實施 多謝郭議員 多謝 多謝